大家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來到前济師 Talk View 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鏡頭示範 兩隻 Deep Blue 怎麼說是兩隻 未開始說到這隻 Deep Blue 前 多麻煩大家 按LIKE 和分享給朋友的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下次在新片時就要提醒大家 我們不說那麼多 看看兩隻 Deep Blue 究竟是甚麼樣子 好 再見 大家好 又見到 Deep Blue 了 今天有兩款 Deep Blue 同一時間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不是甚麼新產品 其實都是舊款之前介紹過的 但為甚麼今天又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就是這隻 神內村 這隻早前也有很多朋友找的 為甚麼現在又介紹一下呢 其實因為大家在這一刻看到這隻錶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沒有貨了 這隻已經是最後一隻 已經是留給坂哥 其實我想在這裏再給大家看一看 但為甚麼有甚麼好看呢 其實話說很有趣 神內村 如果有跟開的頻道 知道 Deep Blue 神內村有系列的走勢是怎樣 就是很早期這隻已經出了黑圈 轉頭很快就沒有了 就出了陶瓷圈、大妝、細妝 轉頭就出了銀圈 現在這隻銀圈沒有了 最後一隻 如果大家要再找這隻的話 我就幫不了大家 再購買也沒有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店鋪看到有的話 就要買的了 不然又不知道何時出回來 甚至可能不出 但為甚麼要拿出來說 其實是因為 Deep Blue 這隻不出了 其實已經出了這隻 真的很有趣 這隻其實大家可能都有見過的 這隻是細妝 我現在想拿這兩隻出來 我暫時裝了膠帶 待會可以裝一條鋼帶給大家看一看 現在兩隻膠帶 這隻是40mm 如果大家有興趣或有時間 可以看看 這隻40mm 在好幾個月前 大概是79集 79集的時候 我們有介紹過 這隻是神內村沖浪女 這隻是40mm 小裝 是途磁圈的 這隻是在125集的時候 也有例如介紹過 這隻是44mm 難得這兩款神內村 在一起 這隻40mm和這隻44mm 趁這個機會 就拍給大家看一看 這部都沒甚麼機會 兩隻同一時間存在 因為這隻沒有了,交給邦哥拿走了之外就沒有了 只剩下這隻,沒有了比較 難得現在還在,當然是拍一拍片給大家看看 比較一下,40mm有多小,44mm有多大呢? 就是這樣 我相信這隻現在還有訂購,現在正好出發 40mm這隻,我相信之前有些朋友可能會怕這隻立體陶瓷圈太大 可能會考慮這隻40mm 但有些朋友會覺得40mm是否很小呢? 老實說不是很小的 我將會轉換鋼帶給大家看,你會明白 如果40mm配膠帶,感覺上是比較低色 但如果配了鋼帶的話,確實一點都不小 我覺得神奈川這個系列,雖然這兩隻是不同的 但它的厚度,即是 Deep Blue的錶身也不是薄的 而是一些比較厚的錶身 配了一條鋼帶,其實40mm配鋼帶這隻的尺寸 其實一點都不小 所以待會我可以再轉一轉給大家看看 這隻沒有了,現在沒有了,大家看了兩眼了 不如現在我轉一條鋼帶和大家比較一下 轉了鋼帶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左手邊這隻40mm 其實剛才也說過40mm是否真的小呢? 老實說如果轉鋼帶一點都不小 甚至是很有質感 因為它的錶頭是厚的 而原裝這條 Deep Blue的三甲帶也是不薄的 所以雖然是40mm錶頭 但一帶上手,感覺是一點都不小 但當然如果有些朋友覺得 這隻44mm太大,不妨考慮這隻 雖然它是換了鋼帶之後 感覺上會比較大一點 但它的錶頭沒有44mm那麼誇張 而44mm這隻,大家就算喜歡也沒辦法 現在不能訂,再重複一次 44mm就是這樣,配鋼帶 不過一般來說 找我幫它訂錶的朋友 絕大部份都會喜歡跟著鋼帶 就是這樣 跟著鋼帶,整隻感覺是會質感好很多 而膠帶方面很隨意 有些喜歡配膠帶 甚至配條尼龍帶 也非常好看 而鋼帶我覺得是必要的 其實也不是差很多錢 只是差幾百元 這40mm細裝 其實我的手也不算幼 其實戴40mm一點都不小 看上去也挺厚的 所以40mm加鋼帶可以的 但如果有些朋友說 我也是覺得大,40mm配上膠帶 或者40mm配上膠帶 感覺真的會小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這隻也不錯 最後,難得有機會兩款的神奈在一起 試過夜光給大家看 試過夜光 試過夜光 之前也知道 大家都看過 夜光也很強勁 但為了更強勁的關係 我再換一條更有趣的帶 給大家看一看 夜光更有趣 那是什麼帶呢 大家等我一會 好了,斬下又變新了 換一條膠帶 這次換這條膠帶很特別 不是之前的黑色或白色 都是原裝帶 大家可以看到是深色的 這條很可愛的顏色 又不是白色 又不是白色 又不是奶白 是一條夜光帶 我特意這兩隻錶 都特意拼了夜光帶 給大家看 待會再試一試 神奈村衝浪女幅畫 究竟它的畫面 夜光配上夜光帶 究竟的效果是怎樣的呢 未試之前 都戴上手臂 看看 如果44mm 雖然現在這隻沒有了 不過都拼一拼給大家看看 不論是44mm尺寸也好 和40mm也好 都是用22mm錶耳的 這兩兩樣錶帶是一樣的 其實如果拼了膠帶 這隻錶是會比較小 所以說之前 如果覺得太大的朋友 這隻44mm 拼膠帶會比較小 而反過來這隻 剛才說這隻40mm 拼了一條鋼帶 感覺好像不小 雖然不是大 但這條膠帶 真的比較低色 例如有些朋友 手幼的話 但這條鋼帶 覺得太大 或者太過分有質感的話 這條膠帶 或者這條膠帶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條膠帶 真的整天錶是小了不少的 真的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看要怎樣拼 自己喜歡大隻 小隻 和什麼大 總之 這個組合 也挺特別的 好了 說了這麼久 不如試試看夜光 因為夜光也挺有趣的 現在這兩隻錶 除了一個錶盤 一會看到神奈川幅畫 這條錶帶 也挺有趣的 我們準備了 好 預備 熄燈試一試 給大家看看 熄燈 好 熄燈 嘩 是不是很有趣 好像有些西利光 這條膠帶就有趣 老實說 這條膠帶是專門設計 給這隻錶 可能是有些朋友 如果是潛水 特別是潛水 我相信是很有用的 潛水下面 除了一隻錶 夜光之外 這條膠帶 也可以這樣發光 我還未照 先照一照 特別是幅畫 大家可以看到 大妝細妝的幅畫 是很出色的 現在照了一點點 嘩 其實也挺好玩的 晚上熄燈之後 其實也不用熄得很黑 現在這房間的環境 也不是非常黑 熄燈 照一照 嘩 真是厲害 是否有中秋節的感覺 是否有中秋節的感覺 浮畫很漂亮 這條錶帶 更漂亮 這條錶帶也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興趣 這條錶帶也可以找我 可以另外配 其實大部份的 DEEP BLUE的錶 錶是22mm 所以這條錶帶也很方便 很適合其他 是DEEP BLUE的型號 如果大家覺得 特別是喜歡潛水的朋友 可以留意 潛到水 我一直說 再說一個秘密給大家 我不懂潛水 潛水帶先不懂潛水 先說明 但我聽到朋友說 潛水 如果戴這些錶帶 潛到水 應該是會很出色 會更加容易 會見到你 其實效果會不錯 好了 不捨得開燈 是不是很漂亮 好了 先開燈 一開燈 就變成正常的白色 在這個情況 不一定是潛水才能看到的 正常的帶白色 一走到黑的地方 已經有剛才的效果 是否很有趣 除了錶帶 再加上錶面 這幅畫 真的非常漂亮 好了 今天分享的大事就這麼多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款是透底 這款是物底 好了 都說到沒話好說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聯絡我 還有有什麼留言 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大致上的分享 就這麼多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下次有新影片 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